我们不完美的人选 我们都一样每天翻 在我那眼睛两目方 这青春 不复青春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第四期节目青春点子有多新 你好我是尤尼老师 Alson冠仙 也是第三届Super练习生的主理人 Alson冠仙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因为已经来到最后最后的第二期 下个星期就是决赛了 欢迎大家来到决赛的现场 也就是下个星期六 5月25号下午的三点到五点钟 会在Monaga Star 想要知道详情的话呢 来到988的Facebook IG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们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现场 支持十二强练习生 因为有一个人 应该就是一个人了 应该只有一个人了 可以进入我们988的电台工作 是不是很残忍呢 是有一点真的 十二个只选一个 为什么去年选了三个 今年只选一个 要看budget吗 是我们今年太难养了 是你们太难养了 所以没有办法 OK啦没啦 不到最后一分钟 我们真的不知道 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我只能这样子说 OK 因为去年的三个 也是现场才告诉大家的呀 如果没记错的话 所以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期盼或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个考核任务 我们都好好完成它 就可以了 就可以不复青春了 那么今天呢 所谓青春点子有多新呢 就是来听他们的这个公益资讯 也就是简称PSA 到底里面有哪一些创意的内容 然后他们怎么样 自己去婚姻跟制作 这个部分呢 就非常的挑战了 因为作为一个DJ 你不只是要懂得 跟听众打招呼 聊聊天 你还要自己在幕后 准备一些策划的内容 包括了所谓的PSA 公益资讯 因为我们有这个社会的责任 我们希望把正确的资讯价值观 传达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 那今天首先登场的是这两位啦 我们还是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erry王思婷 哈喽大家好 我是Sisi谢成庄 那首先要登场的是Sherry的PSA 请问你大概准备了什么内容 我的内容是大概是要大家关爱一下流浪动物这件事情的 马上来听一听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出本练习生 无垢青春 我要再打我了 为什么要把我丢掉 好冷哦 我只是想好好活着 这些声音来自于被抛弃 流浪在哥哥街头的小生命 而他们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 并不要再对他们进行殴打 以及毒害等暴力行为 988提醒您请善待流浪动物 领养不只是行动 更是一个承诺 哦好温馨哦 你是很喜欢流浪 不是喜欢动物小宠物吗 我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动物 很喜欢小宠物的人 就通常如果自己本身有养小宠物 所以在有时候在留 看到一些流浪的小动物啊 其实会蛮心疼他们的 哎呦 所以你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公益资讯 然后一方面是现在其实大家都有提倡一个东西 就是领养代替购买 但是我觉得在领养的前提下 你必须要有的是一个责任性 要确保你有能力照顾他才做这件事 不然你去领养了也没有用 好那西西你准备什么内容呢 我的PSA内容是关于迟到的 哎呀 这个是很多人会犯的呢 那就来听一下这个创意点子有多新了 好了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出本练习商 无垢青春 欢迎收听快问快答 一起找出谁才是最正宗的马来西亚人 请问 请帖写8点喝喜酒 代表我们要几点到 抢答7点半 当然是9点啦 哈 早上8点有课的话 要几点出门呢 呃7点半 7点59 哈 最后迟到的时候应该要讲什么 I'm sorry We're Malaysians Of course we're gonna say On the way 这些情况是不是很熟悉咧 不要让迟到变成我们的文化 988和你一起当个准时的人 这个很调讽意味超高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迟到哦 真的是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 就是你迟到人家也会觉得 啊平常的事情啦 就是对 然后你迟到半小时 我也迟到半小时 大家就越来越迟这样 那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什么 会不会有其他马来西亚来骂你 喂 我们是这样子的 我平时没有迟到的 我是准时的人 你不要一足夹打扮整艘船的人啦 没有啦 就是呼吁大家真的不要迟到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变成了马来西亚人会 呃 我觉得它是 它是我们心里的那种 嗯 不需要讲 都大概知道会发生的事情 但就不要把它这个文化延续下去 对啊 就很不好 它就变成一个大家每一天都在做的 OK 赶快斩断 那也顺便跟大家说 我们这一个这一期节目之后 第四期青春点子有多新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下一轮的投选环节 这个PSA到底你觉得谁的比较有创意 谁的比较好玩 有趣的话呢 明天都可以去到988的网站上面投选 给你喜欢的练习生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继续聊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好嘞 等一下更刺激 但是FB Live也没有什么好刺激的 今天就不要闹你们了 我觉得每次啊 给你们一些什么考核啊 玩一些有的没的啊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不会啊 还好 因为你一直要动脑子去想很多东西 而且我要及时反应 我觉得我有点累了 我就不要理你们了 我觉得老师比较辛苦 啊怎么了 啊我们自己说 啊你要看那么多考核 你要看12个 所以你比较累 对啊真的啊 动得脑子 没啊我周末不累 哦 对啊就大家看我们可能每一次 只是录个5分钟到10分钟这样 可是Alson老师是一直要在这里 他要跟我们六组人 对啊 一直不停的去讲讲讲 然后要react to我们那些 很不好笑的笑话 然后还要承受我们个 内很油腻的东西有时候 是 你们知道我多么辛苦了 知道了 你们讲出来了 更能够感受得到 下一次我就准备一些不好笑的笑话 看你们怎么接 我们感觉这样 怎么办 好了那谢谢Sherry 还有谢谢西西 我们要请下一组的 Superland习生登场咯 好的谢谢大家 换下一组了 换下一组了 这个这么短了 啊今天很短了 今天没有得太长了 不好意思 其实没有点大声哦 蛤什么 其实没有点大声哦 哦那个我会之后再弄 好可以 好 嗨呀 今天因为实在时间的关系 没有得吹太多水哦 只可以喝水 很难过吗 我不懂你们会不会觉得难过耶 还是你们很想跟我聊 可以啊 可是尽量我们不要讲那些不好笑的笑话吧 你是在 你好像在 好像在阴阳怪气谁呢 没有啦怕你辛苦啦 因为我真的觉得会很辛苦的 因为有时候当下你到底要给什么反应 嗯 我到底要接着下去还是要怎样 可是无语的时候就可以给 就是无语吗 对对对 我很怕 你知道我们当DJ有一个职业病 我们很怕dead air 啊 所以你看我一直讲话一直接上去 我没有办法停的 因为我只要感觉ead air 这个世界我好像就 我好像有责任 我错了 是是是 但是如果 就是如果不好笑的话 也要假装 你不太整是不是 所以就会很累啊 我们的Alson老师就特别的累 没啦 我们没有要内涵谁啦 我们只是觉得 OK 呃呃 如果觉得笑话不好笑就不要讲 好好好 那我们再接再厉 没有啦没有啦 好 今天你这样 你的梗蛮好笑的啊 你他都不记得我说过什么梗 就说 你的梗蛮好笑的 哎 你说过什么梗 我没有说过什么梗 你看鲨鱼也忘记了 你看你看你看 什么有梅 没有梅什么 你上星期你们说的什么 你上星期 上个星期有说过梗吗 有 你在吹捧鲨鱼的时候 哦哦我接 哦我说的就是呃 你跟猴子有什么区别 对 那个不好笑啦 可是他就是一个 孙 孙 我完全没有记得这个猴子的事情 我只记得他说我像Auntie 哎呀 不好意思啦 我记到现在我心很疯 没有啊你有没有听后面那一句 我是说就是因为那时候听一下 我听我听我听我 你们不要吵架 你们要吵人家出去外面吵 现在下你们的牙齿在吵哈 好 好 OK来我们继续了 好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哈喽我是主理人Alson冠贤 你好大家好 我是Ada S灰沁 我是鲨鱼 OK到底这两位SUPER练习生 今天在第四期节目青春点子有多新 准备来什么公益资讯 首先我们要听的是鲨鱼的公益资讯 给大家小小的预告 我觉得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可能 诶 哦 这样子 嗯 好虚 我想不到 是听了好像又没有听到些什么 你到底讲了什么 诶是HINTS吗 那就是一点点巴了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来听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练习生 苦苦青春 你总是这样 每一次都这样 我只是说了实话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 你说够了没有 988提醒您 开车时请务必保持冷静 别让情绪控制方向盘 安全驾驶人人有责 啊 好沉重哦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公路上面 然后在驾驶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 对 情绪很快被挑起来 对 所以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 我的灵感来自于就是 我身边很多人 他们都会在很生气的时候 他们驾车就会驾很快的车 其实我很讨厌 坐在旁边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坐在旁边有人很害怕 会有压力是不是 所以其实想要做这个东西也是提醒大家 不管你有多生气 你有多难过还是怎么样 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都要保持好最好的心态 最冷静的状态这样子 不管是在开车还是其实在任何地方 其实保持 克制自己的情绪是特别难 但应该要学习 对 不能够因为情绪而导致下一个不太好的后果 对 是 而且还会影响别人的生命 我觉得非常之重要 就很像 刚开始刚学车的时候 我的妈妈都会一直提醒我 你可以有事 就是可能你可以插到别人的车 但是不能够去伤害别人的生命 对 但是你要保护自己 对 就是小事话无 对啦 好 那慧庆你的 大概准备内容是什么呢 我的事比较针对于女性 因为我讲了一个 就是在捷运站会发生的 一个小趣事吧 这样子 OK 马上来听一听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俗篷练习商 不顾青春 这地方明明是女性专用车厢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男人在这里呢 对啦 我一定不知道楼市人不可以随便进来的吗 为什么是公公都说的呢 因为其实我有在九节就是广东话是我比较擅长的 然后讲华语的话 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我就想挑战我自己 因为我没有讲过很自争强远的广东话 现在广东话咯 不要啦 我怕你听不懂啦 我会听的 虾语识听我 虾虾 虾虾 哎呀不要辛苦大家啦 来听我说华语就好了 然后我会利用广东话是因为我觉得 在大家熟悉 就是大家熟悉的华语跟我想做的内容里面 我选择了我想做 而不是大家熟悉的这样子 因为我想让这个变成自己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因为你有这个优势 你觉得你想要善用这个优势吧 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啊 反正你知道我对于这语言 我有自己的执着跟坚持 那就去做 对对对 把他完整化 对有一些朋友他们很爱英语 那他们自然就很想把英语展示出来 那像我自己蛮喜欢马来语的 我没有要展示出来 因为他就没有用他生修了 不好意思 是是 好了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支持我们今天 两位练习生的PSA的话呢 想要支持会竞或者鲨鱼的话呢 都可以去到988.com.my 明天开始投票就会进行咯 维持几天之后结束 我们就会进入5月25号的总决赛 OK 休息一下下 哇你们勇敢呢 做两种这种很普通 不是不是 很普通 因为我发现你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类型吗 交通 对于我们来说普通 但是在里面有加入一些特别的新元素 对 因为交通真的是很难的 我们通常哦 是 你去到任何电台 你都会听到跟这种类型 所谓公路安全意外 交通意外 交通事故 跟这个捷运站的这种广播 啊不是 女性车厢都有相关的内容 嗯 但是要怎么样呈现起来 它是有难度的 对对对 其实也是讲了很久啦 关于我的这个 哎呦 哎怎么了 没有 我以为可以有那种很特别很特别的 其实我有做多一个版本 什么版本 就是因为我也担心讲说 那个呃 可能有些东西 有些声音有点太 可能会伤害到人家耳朵之类 我就把它变成开心的版本 就 我妈提醒你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子 哦 你是说那个语气的部分 对 我就换去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哦 这样子 但是两个衡量下来 我就想还是 开心的版本 还是伤心的版本 伤心的版本 对 看我很严厉的对待PSA 哦 还不出去 好了好了 快你滚蛋了 我没有教你滚蛋哦 我只是教你好好走出去 好 好 OK 来玩笑来 谢谢两位 谢谢 拜拜 下一组啦 如果你们的内容没有太 啊 惊艳我的话 我毫不保留 我要跟你们讲啊 哈哈 哎 我这样子会不会太严厉啊 不可以 我要把我的形象变得 和蔼可亲一点点 嗨 不会啊 那我就要每一个都批评一下哦 哼 你们这个 嗯 没有创意 你看那个瑞宇 哼 不要啦 还是不要啦 哈哈 好 来请 另外两位 没事 你们就当着没事发生哈 哈哈 我们也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啊 对不用紧不用紧不用紧 我这个影片 我还是要 我不能够让这个空间缝隙有有冷场 我还要继续进行 还要继续的讲继续的聊 好 来马上进入这一段了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老师说我真的很相信 今天十二强 Super练习生 所以我没有事先听过他们的PSA 自然呢 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意见跟建议 紧张的紧张的 这一个信任啊 不懂会不会被辜负啊 我觉得紧张的现场公开批评 我们应该都不会辜负他啦 真的吗 你这样有资金 没有啦 我觉得我们作品还可以入俄啦 还可以过了啦 我们新加冠 好哦 现在有谁 来等一下要听谁的 呃 你想听谁的 我想听艾森老师的 好 那你们只要在广播上面听到我的声音 基本上都是我写的 哦 对 因为我们通常会自己写 自己录音 或者是找其他声优 但如果你在广播上听到 多数是我念的话 有一些可能不是啊 是别人的 但我多数是我自己写的 这样我相信 你等一下艾森老师 一定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点评 哎呦 很会说话的 超新的 希望接下来 可以更有机会在988 呈现这个PSA 很好 OK 有志气 好 我是艾森冠贤 我是艾森 我是娇轩 今天第四期节目 青春点只有多心 马上来听听 艾森的PSA 公益资讯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组本练习商 无故青春 磨镜磨镜 请你告诉我 谁是这世界上 最美丽的女人 这世上 最美丽的女人是 算了算了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 反正不需要 完美审美的本身 本来就是一种不完美 美除了就不止一种定义 我们不需要称最美 我们只做这世上 独一份的美 拒绝容貌焦虑 我们都很美 糟糕了 刚才我看到老师 皱眉头了 怎么办 反正不是我 刚才那一段 有echo很重的 有回音很重的 因为有时候 我还是要称赞 就是其实今天 是苏本练习生 他们都是自己去婚姻 我不懂有没有靠外援 但至少是你们自己完成 这个是很挑战的事情 要自己混音剪辑跟录音 那刚刚用的echo 可能中了一点点 所以听到不是很清楚 那个什么反正不是我 但是我后面想出来了 Irene还是跟上个星期 有谈到的那个 课题很相似 对 其实我觉得我在 要做这个PSA的时候 第一个点子不是这个 然后想了很多很多 但是最后选的这个 是因为我觉得 它和我最贴切 然后因为 就像我们上一期 也说到的这个容貌焦虑嘛 我其实就是有 这一个容貌焦虑一个人 我一直都觉得 我自己不够高 然后不够白 就会不够漂亮 所以我想通过我这个PSA 我可以让更多 和我有同样想法的 听众朋友 认识到自己的美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都是这世界上 存在独一分的美 不要去 有人说 白富美的才是美 要长得多好 多好的才是多好 其实每个人的 对美的定义 跟好的定义都不一样 我们不要去 被这些完美 审美给限制住 我觉得美是 从内心散发出来的 如果你有自信的话 是不管怎样 不管你外在都好 你从内散发出来 是最美的 因为外貌不可以决定嘛 而且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多美 但是他内在不美 还是会被人唾弃 你知道吗 被人公平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如果你只有颜值 但是你并没有 一个善良的心 有一天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别人还是会指责你的 因为 当然是没有办法 接受跟我们 三观不正的一些 想法内容 所以不要想太多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人生 都是慢慢去找到 自己适合的 所谓样子 因为我们可能成长在 一种被社会 捆绑的一种世界 所以太多太多 给自己的这种绑架了 觉得白富美 才是最美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 被这些审美 给绑架自己 我觉得不应该要这样子 当然我也不是说 我现在百分百 没有容貌交流 我还在学习 怎么去跟这个容貌交流 去做一个和解 我希望所有听到PSA的人 都可以慢慢的学会 去承认 去认识到自己的美 那也是你的功课之一 是的 对 好 所以接下来教训 要谈的是什么 我谈的这个 可能是 大家现在都会 面临到一个心境 刚才我在外面也是 有问了 其他的练习生 就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东西 就很像日常用品 他已经减价了 你会买吗 你会吗 我会 你会 我也会耶 那如果今天 你们已经是 家里已经有了 很多这个东西的话 你还会买吗 那就不一定 这个沉默 那就不一定了 那就不一定了 默认了 如果那个我长期要用 比如说牙膏 我一定买 就是你就算家里有 你还是会买 因为通货膨胀 那牙膏十年 两年后可能 价格也会不一样 你牙膏 牙膏可以放十年 两年两年 OK啦 我就买那种保固器 很长的 OKOK 我是一个很 很勤加俭用 没有啦 勤加俭用 我觉得是要看 那个物品啊 然后也要看你 究竟有没有 需要到那个东西 那我们来听听 你的BSA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 除粉练习商 狐狐青春 哇 这个很便宜耶 现在有offer 虽然家里已经有两样的 但是不买白不买哦 诶 你要买吗 我没有用到耶 可是那么便宜 我也买一点啊 你陷入过这种消费心理吗 看到打直的商品 感觉不买就亏了 请记住 促销常常有 有没有需要 才应该是你决定 要不要购买的关键 九八八和你一起 做一个理智的消费者 不要等到账单来了 才后悔啊 什么最后一句 是什么 不要等到账单来了 才后悔啊 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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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刷卡 刷刷刷刷 很刷 一个越越我的时候 就拿到那个账单 你不要讲我嘞 我就说 现在人都不太理智消费 所以我们才需要 做这个课题嘛 就是呼吁大家 如果家里已经够了就不要囤货啦 OK 我好奇的是你 因为我们女生很喜欢买衣服嘛 对于买衣服你会这么理性消费吗 我觉得啦 在场应该不只有女生想要买衣服吧 喜欢买衣服吧 我没有啊 我不喜欢啊 我没有买衣服的哦 很少的 我的衣服可以穿两年三年的 Spo赞助的是不是 对我真的感谢Spo 我才可以有心意啊 感谢清楚爸爸啊 但是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会讲 OK现在这个东西有offer 有便宜了 那我就就算我没有需要委去买它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可以消费 但是要凭自己的能力 也有看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啦 嗯好谢谢你提醒 我我会努力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再提醒在座各位啊 包括我们其他的选手 谢谢教宣跟Irene 我们接下来会等下两位选手登场 守住988 988第三届除粉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好嘞 我们要请下一组登场咯 整整整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 心情好好 心情好好 因为有 心情很好耶 剩下最后的六位 六位 呃所以心情要好一点点 因为肚子有点饿 哈哈哈 等一下吃饭哦 诶等一下吃饭哦 好久哦 久了久了久了 吃什么哦 哦不懂诶 哈哈哈哈 不然想吃拉萨了 哈哈哈 诶别喷水别喷水 小心 为什么突然间讲拉萨 不知道诶 因为刚才我讲拉萨 刚才的拉萨太 好像很像 哦 那要去找好吃的拉萨耶 嗯 请大家推荐我们哦 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那边留言 对对对 呃 KL那里的拉萨好吃 要 阿三拉萨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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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常知道 去到冰城吃 要回去我的家乡了 阿 老师才不是刚才刚回来吗 三四个小时 前几个星期才回来 好哦 舒服 要回去哦 哎呦 哎呦 回家感觉 回家让你感到很悲 很悲哀是吗 不是 回来这里更悲哀 我回家 一直吃一直吃 哈哈哈 喂 诶 这是不是好吗 然后 能吃是贵 我回来再上那个体重器 我就 诶 那个就 多少啊 多少 没有啦 就加减一公斤 这样子了 这还好啊 很多嘞 不会啊 还好嘞 很多对我来说 我捐你好吗 来吧 我们不要闲话家常了 马上来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走起啊 我是有你老师 Alson冠贤 继续陪着Super练习生追梦 还有 哈喽你好 我是瑞鱼 哈喽你好 我是拿起麦克风 就变自信的爱人光维 OK 他们都是我们的Super练习生 到底今天他们要来呈现什么样的公益资讯 来传达一些信息呢 请问瑞鱼你准备的是什么 嗯 我准备的主题是儿童性教育 哦 对 蛮少见的嘛 这个主题 而是少见 但是其实这个年代还蛮注重的课题 而且就是因为蛮注重的课题嘛 但是没有一个契机让大众去醒觉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就是要让大家一起去 学习 学习 可以 看到我一脸沉重的样子 哇 所以这个课题真的是 是比较认真的严肃的一个课题啦 OK啊 我觉得有准备这样的课题是蛮值得称赞的 因为 嗯 这个年头其实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一些课题 对 为什么变成课题 是 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你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内容 它是一个事实 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它不重要 对 但是也不是要特别责怪家长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教育不足 是 我们不知道原来其实孩子面对的是这么严重的情况 对 而且他们在还小的年轻 他们还是一张白纸 如果不去教他们一个正确的方式的话呢 他们可能会越 误入歧途 越走越歪的路 对 那种 就会有一所误解对于这个领域 那大人也要学习一下下 对 OK 另外光伟呢 请问你准备又是什么 那我准备是就是 我的主题啦 叫做多久没和父母聊天了 哎呦 这个也是刚从家里回来的人 对啊 你怎么知道 就是刚从家里回来 你常常回家 但是常常回家我就是很少跟父母 自己的父母交流 就意识到这一点啊 就启发了我这个想法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很东方社会 很常会面对这种状况 尴尬 尴尬对不对 沉浸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和虚拟的人或物去沟通 往往就失去了和身边最亲近的人说话的机会 你睡吧了没有哦 你今天有没有好好的睡觉哦 更是难以脱口而出 就爸爸提醒你腾出更多的时间和你的爸爸妈妈聊聊天 因为他们有好多好的话想对你们说哦 听到了之后 大家OK可以发一个text你的爸爸妈妈 回去记得跟自己爸爸妈妈说话吗 我们下次讲话啊 先text 爸爸妈妈 弟弟妈咪 我们下次再讲话啦 等我回去等我回去等我回去 这就是游子的心声 因为我们出外我们其实很少会跟家里聊天 那回去的时候呢 也好像不知道怎么样聊 是啊 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看法想法那些 表达自己的心声啊 对 可是有时候我很羡慕现代的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可能就不要新世代 所以他们很愿意跟孩子聊 去聊天 但是问题来了 孩子不想跟你聊 都想跟手机聊 就觉得麻烦 就会觉得好像跟爸爸妈妈聊 爸爸妈妈不了解我 对 不了解我那怎么聊下去 然后就会觉得 那我说的必要有说的必要吗 这课题真的是不管到什么年代 好像都会存在 对 真的 那你上一次回去就真的没有跟爸爸妈妈聊天 自从我出来KL就是讲一句拜拜 真的啊 真的 就是很少很少聊的很少聊 基本上在长桌的时候啊 都是吃饭啊 只顾着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该不会是你们也是大家庭 然后我们一坐下去就是一大桌三四十人 然后要怎么聊 绝对没有就是我家就是普普通通 几位成员 一二三四五五位 哦 对五位成员而已 好那下一次再鼓起勇气多聊几句 是 当然当然当然 都是要学习的 OK 好谢谢两位 我们稍微就要迎接另外两位 Super练习生守住988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的练习生的PSA 想重听 或者是想要投票给他们的话呢 明天去988.com.my就可以为他们助力了 988第三届除肯练习生 不负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OK 耶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耶 休息 刺激啊 这个电脑也有点小 当机 天啊 当机 怎么了 怎么了 他乖乖乖乖 乖 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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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人太多 然后 太过热情了 把他热到卡机 对对对 所以你们赶快出去给他关系 好好好 你好好休息啊 你好好休息 我们干嘛要跟电脑讲话 好啦 有时候我们就很端爱我们自己的小器材们 他就是我们的这个维持生计的工具 我常常跟他说说话 你要好好扶他 你要乖乖啊 要乖 我对他们很好的 对他们好一点 你们出去 你们出去 好 那我跟他单独独处 拜拜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吓到了 然后脸清纯白 好 乖乖乖乖 那我们马上的哈 就要进入下一个部分了 哎呦 所以咳嗽我这么发生什么事情 我已经病了 哎呦够力了 我也是病了 为什么会病 你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没有就最近的天气一直又来白天很热 然后靠近跑靠近盘晚的时候又一直下雨 哎呦 又冷又热又冷又热 你知道做电台DJ哦 必须前提是照顾好自己才可以跟我们听众长期的维持关系 所以你要注重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啦 嗯 我花最多的是在补品上面 哇哦 我只能说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倒下可能没有什么人可能会帮我们继续 哦 工作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的状态那就是是永远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回家休息 因为我们要充电 嗯 那充电回来感觉又 哎 全新的自己 不容易啊 这一行 我还以为他讲因为他老了所以要多一点补品 因为他又看着我 你这样子讲啊 不要紧不要紧 你刚刚他讲 会话 今天我不要看着他讲话了 因为刚好我要点击的那个按钮全部在那个方向哦 我不能不看那个位置啊 那今天我还是这个头就有一点小状况啊 睡落枕 睡落枕 来吧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嗨嗨我是游泥老师 Also很关心 Sarangheo 哎呦好久没有说我这个告白话 Sarangheo 你知道我平时每次在节目一定会跟大家说一声Sarangheo Sarangheo就是韩语的我爱你的意思 就是有你够有你 所以叫有你老师啊 谢谢你帮我带出我的这个代号哎 感谢 来我们今天现场有谁啊 哈喽我是文聪MasterLeon YOYO 哈喽我是真好玩的庄辉煥 那你们在过去的一段日子 有没有觉得特别压力 尤其是参与这个节目之后 嗯有压力到都快要生病了 不是已经生病吗还是都快 呃快要生病了对对对对 压力到已经生病了 我刚刚就有说当电台DJ他最难的就是要顶住压力不断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最辛苦的部分 所以啊平时要照顾好自己 好好好我会多吃一点补品的 我知道我已经到了要吃补品的年龄 这个是不要学我啊 这个是我不懂要吃什么毒品 没有最重要不要吃毒品 no way 无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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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简单喝水白开水 我自己一天呢会喝大概两大瓶的白开水 两瓶算少了 如果可以的话是三四瓶的 所以我阿妈叫叫我做的那个啊 多喝水少吃煎炸是对的啦 其实讲的这些都是正确的 只是忠言逆耳 听不进去 所以才需要有公益资讯 然后用创意的方式告诉大家 你要听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很重要 所以请问文冲你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内容 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内容是容貌焦虑 哦也是容貌焦虑 他抄袭我的他抄袭我的 你要讲的是Irene抄袭你 对对对对对 不是人家先播然后就是抄袭你哦 这东西有可能你们前面自己聊聊聊聊 很开心了 结果大家有共同idea也说不定 没有我有完全没有跟人家讲过 有容貌焦虑这件事 那也有可能你自己真的很不自信这一块哦 嗯对 所以你就选择这个课题 对对因为真的是 做中了我的心 我做的时候差不多要哭了走心了 那来听一听吧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粗粉练习商 无辜青春 魔镜啊魔镜 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呢 当然不是你这个满脸痘疤 身材肥胖的丑八怪 你是否也常常在镜子前 检视和评价自己的缺陷 让你感到极度自卑和焦虑呢 嘿你的美是独一无二的 学会发现肯定欣赏自己的美 生活中也要不断精进自己 与其在镜子前 不如在生活中活得精彩 九八八和你一起打破魔镜 拒绝容貌焦虑 怎样有哭了吗 要哭了我又想起了我自己 难熬的日子 别哭别哭 嗯 只能跟你这样子说 对对对对对 因为可能在大家的眼中 大家看我不像是一个会容貌焦虑的人 但其实我蛮焦虑的 就是呃我拍照 尤其是上一次我们拍那个造型照的时候 我是拍最少照片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看我拍到怎么样 因为我拍出来都很好看啊 你不觉得吗 尔森哥 其实我觉得是好看的 只是我觉得他有很多 不知道是接受过太多不一样的资讯或怎么样 他对于大家给他弄的一些造型啊 他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满意起来 我觉得我即使在他脸上 或在他头发上面做太多手脚 他都没有办法满意 因为他好像已经对一些 他喜欢的那个类型 有了一个框架 有一个印象 他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才是好看 他把那个位置放太高了 是 你看我说中了吗 对对对 我觉得你说中了我要哭了 不过我很开心 其实刚才听到跟Irene装题的时候 我会讲 跟我一样的题目 那怎么办 我们就有对比了 但是我发现 没有啊 因为当有两个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证明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事情 因为不只有我在容貌焦虑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容貌焦虑 而且他们没有展现出来 我都是回到家一个人 默默的看那个照片 好像不是很好看 我就一直在画圈圈 谢谢你们提醒了我这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有 更多人有容貌焦虑 网络世界 像小红书啊 IG啊已经是不断看到这种很好看的样子或什么 然后再加上你有不自信的话 你更可能看到这些内容 对对 然后自然你自然就内耗会很多 所以我觉得是要自己努力来克服的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经历过我绝对明白 但我不想说太多我的故事 我不想爆料 不用紧啊 反正我是靠实力不是靠颜值 对啊对啊我们都靠实力的嘛 像辉煥也是靠实力的嘛 是没有错 来所以你准备了什么内容 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呢 其实是有关系到健康方面的 对 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尤其是年轻人 现在我觉得应该很少年轻人会关注到这一个 这个话题啦 所以我们就待会听听看一下 你们这是缺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 一个生病的人 然后再给我们讲健康的资讯 来马上来听听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除本练习商 无故青春 对我现在不发作了 立刻把AED拿来射去电压到200准备 再次射去电压到300 快快 定期为自己的身体进行检查 可以帮助我们及早采取需要的措施 来面对任何健康问题的迹象 988在这提醒您 只需要一点的时间 就可以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保障 让健康成为你生活的首要任务吧 好有医疗剧里面的场景画面 对对对 Encore 36小时 看那多戏哦 大概有那种戏剧的那种画面浮现在我脑海里面 在创作这个的过程当中 对 你其实这个日常你每一年会做检查吗 其实就是因为我本身没有做过 不能讲我其实印象中是没有做过身体检查 就我会做这一个PSA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我女朋友最近她就一直讲说啊我最近一直咳嗽啊叫我去看医生 课了两个星期多了 然后最近就一直熬夜就一直要赶 assignment啊 然后就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我就不讲除了甘了三分以为好像还有九八八的东西啊 我这真的很佩服呢我觉得你们辛苦了 就最近就一直熬夜这样子身体健身体健康方面的状况就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说做身体检查或者去看医生那些是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少就是去伯母系买个药啊 就解决这样子就没有发现到藏在底下那些一些疾病啊 或者甚至一些比较年老一点的人呢 我个人觉得说更需要去做这些身体检查 因为这些可能好像比如说心脏病啊血压高这些的疾病 是很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现到的 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些啊身体检查才能真正的去预探到啊 才能真正的去啊去检测出来 检测出来对对对对 不过说实话啊如果真的是已经长期有这个状况的话 去看医生 please 这个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一种知识常识 有些人很怕看医生的对对对 不要抗拒因为这样如果你带着病去做节目或者是做内容啊 你会更累很好你的精力 有有我已经去看医生了 要恢复啊这个必须啊 经历过一场关闭疫情还不没有任何新的想法 呗呗我来说叫来骂人 在骂我咧 我们12想参观酒吧吧 酥本类新生之后就要全部人排队去做身体检查 排队去做身体检查 好像一个tips 还是日常多喝水白开水 不是喝饮料哦白开水 这是我自己照顾自己的方法 我当然也是有焦虑我是健康焦虑 因为你知道人家说只要一成长之后 我们会有很多的那种 很多小小小小小 有的没的担心 然后就是这种担心 我会常去做检查 结果每次检查状况都没有太大问题 我就怀疑是自己想太多 自己心里的 所以还是从日常保健做好 就足够了 就多喝水了 那下次我摔倒了弄断我的手的时候 我就多喝水 这个是两码事 OK我不要跟你聊了 OK我休息一下 谢谢 溜去我的话 我们稍后回来再聊 等等哈 对因为这个 他需要一点时间 他也是累坏了 他也是生病了 没有生病 他说他说他没有生病 他很乖 他只不过就是人太多 惊吓而已 惊吓的时候 我们人是不是变得紧张 容易哭 会不会是我们太吵了 被吵到了 被吵到他怕了 有可能 他在Elson哥 在那边讲我们两个是最吵的组合 你们声音真的是 哎呦我天呐 我都不敢讲太多话 你们有看我很安静在旁边听吗 不敢插嘴 因为你们太吵了 我们关心你的健康 让你休息一下 我让你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 让我们这些已经病了的人 谢谢你们为我着想哦 那请你们出去 啊有些人要赶着去开会 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哎不过在我们出去之前 记得要投票给我 记得要投票给我也是 我今天明明没有开这个 吹票的环节 硬要来 自己来 好了这也是很不错 OK谢谢 我们请最后一组的同学进来吧 哎呦我们听到你要回咬啦 讲到好大声哦 怎样啊 哎呦 全都录进去了 你看他多怕我 他逃离我的魔爪 他就是那种想说 我终于可以不要再看那个 L神冠贤了 可能他甚至会觉得 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太多交际啊 他就unfollow我多一次 说不定决赛过后 惨了如果不给他拿 我感觉我就会少一个follow 如果他没有去到最后的话 决赛当天记录一下 自己的follow多少次 对我要先看这 你知道我会先去看 哎这个人还有在follow我 sorry我还是不要 我没有很在乎他 你们不要把我弄了 好像在乎他 好烦哦好烦哦 OK来了 准备一下哈 我们要来继续了 但是在请出这个两位的内容之前 哎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这里 哎我知道他现在 现在这那边是不是有一些键盘被压这东西 有吗 是我吗 不好意思 有吗 没有哎这里 是是是 不好意思 是我就奇怪哦 OK那边不要弄到键盘哦 谢谢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就奇怪他怎么会自己跳动 好可怕哦 OK那你让我给我一点时间 我看一看 这个东西 OK 我竟然没有脖子线 不要自己拆穿自己 你也有容貌焦虑吗 好来 来啦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负青春 不负青春的十二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我其实也不是很想怪罪世界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 提醒自己或鼓励自己的一种方式 尤其是面对当这些别人的目光 会影响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去调试一下自己 我是由你老师 Alson冠贤 我是生活有绿味 快乐都翻倍的绿味 我是上下左右 今天依旧只有左安出现的 Joanne黄诗恩 我每次都在找一找 佑恩有来 夏恩有来 夏恩有来 生活整天都有绿味 那我会觉得很烦 不可以 但凡你哪一天觉得不快乐了 就是没有了绿味了 绝对天天快乐 不想看到你 OK啦 因为我刚才那种说是我感觉 像刚刚文冲 有提到这个容貌焦虑的部分 然后我该突然间在 那些前我就问了绿味 所以也有容貌焦虑吗 我其实常常会觉得 说自己的身材可能会是一个劣势 感觉上 我觉得不要感觉啦 就是有啦 其实 但是我就会 我觉得我身上应该会有 还是有其他的优势 会让我觉得没事 我还是很好的 对 然后就不会那么去focus 在自己 这方面可能不那么喜欢的地方 挑逝过来了 佐恩呢 佐恩有一点点 就是 会觉得说 我好像 这里 你看这里长了一颗痘 OK 一颗痘而已 没有啦 我两颗痘 而且最近这两颗痘 它平均的在我的两个下巴的位置 左边跟右边 好balance 左痘跟右痘 在这里啦 左痘跟右痘 左痘跟右痘 然后我才焦虑好吗 好啦来续续 其实一点点 就有时候呢 照镜子啊 会觉得说 诶我好像这里有点胖 那里有点胖 然后就说 诶我要减肥 我要减肥 但是 其实最后就 摆烂了 然后就觉得 没有关系啊 我就是我 我最美 就这样子 对 你知道每次 我也是看这镜子说 诶不能 我一定要热辣滚烫 但是隔一天 还是热麻辣烫 好啦 那今天 佐恩施恩 你做了什么内容 好 那我的PSA呢 其实是关于 环保还有保护环境的 来听听吧 好 全新一季 电台DJ 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 组统练习商 无故青春 现今社会 人们匆忙赶路 似乎都忘记了 周围的美好 但是 听 大自然的声音 明镜 好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个人 都能通过 小小的改变 为地球环境 做出贡献 比如说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节约用水 和随手关灯 嘿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小小的改变 大大的影响 我们都是地球的 守护者 真的很开心 欢乐的感觉 你知道 刚那个海浪箱子 哇 那我脑子进水了吧 走走走走走走 去到右边 右边去到左边 这就是很左恩的一种方式 可以当初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因为你日常 有实践环保的工作 这件事吗 有啊 我们其实之前也有 就学校有组织 我们去做环保日 就是去沙滩啊 捡垃圾这一些 那其实我这一次的灵感 是源于有 前几天我就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了柔佛州的 那个国家公园去参观 然后呢 你就知道 中文呢 就是那种鸟语花香 那种鸟鸣 蟲鸣 然后我就觉得 哇 还有那个小溪流水 我就觉得 哇 好平静 左蝴蝶 右蜜蜂 小溪溪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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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哩哗哩哩哗哗哩哗哗哩哗哗 对 我们两个好费很大 然后呢 谢谢你们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好想就是 去维持这个大自然的那种 宁静和美好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去看见 还有享受 所以呢 我就 enterprise 就想到来做这个主题 就是环保和保护环境 因为你知道 其实 大自然呢 也是人类的生命原权吗 嗯 不错不错 好 那绿位呢 我这次做的这个PSA主题是 也是关系到内耗的 你知道吗 其实我的PSA的主题 甚至是比我的reels来得更早出现 那个idea 所以你先做完了这个PSA 才准备你的reels 是的 因为我刚好那时候就是在 我也是很焦虑 我说怎么办 我也想要做那种 一来就马上吸引到人注意的那种PSA 后来刚好跟我的朋友讨论的时候 然后就讨论 忽然间他就给了我一个很疯狂的点子 我说好 你说我听 然后我们就真的做了出来 好 那就来听一下这些朋友建议对不对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除粉练习商 无垢青春 师傅快接着小号吧 你赶紧把它放下 哎 恐怕为师善进修为 也没办法救他了 啊 为什么呢 小号他到底怎么了 因为 小号在内耗 过度的思虑而不有所行动 都会让自己内心焦灼 打破内耗其实很简单 就从踏出那第一步开始 饱了时光 不复青春 九八八陪你一起拥抱当下 减少内耗 那个剧场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 就是让你听着听着 哦 这样的感觉 很会抖 什么是小号 小小号 其实我就是因为我的主题是做内耗嘛 对不对 然后刚好那个剧场其实就说到那个女生 他带着他的一个同伴回来找师傅 那个同伴的名字叫做小号 你是乱取的还是你是为了要搭你的 里面有一些进一步深的含义 一开始我其实是 我也是在想说 到底该取什么名字比较好 后来我想到 既然都做内耗了 那就小号就好了 有一种谐音 然后有种好像要有拎在一起的感觉 好随便 你知道我跟你说 我在做这些 所谓有点剧场的PSA的show呢 我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的 我用的名字呢 虽然是虚拟的 但是它肯定是有关联 就跟我们的社会有关联 像如果大家有留意 在988广播有播的一个PSA 我从来没有记录过这背后的创作故事哦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 那个是一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车子叫什么 我忘记了 有一个卡通 它不是火车的那个 Thomas 然后我就以那个为概念 然后就因为他们其实里面有很多 也是矫正 矫正大家一些价值观的东西的嘛 那我就把它融入进去 同时呢 我有取名字 我不叫Thomas 我叫什么呢 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 但是不那么直接 用他们的一些 家庭名字还是怎么样 然后因为政治 他们很爱这种互呛啊 吵架 然后我就把它带进这个PSA里面 但是没有听的话 没有没有去仔细听 或者是没有留意 或者是我没有提的话 你真的不会想得到 这些东西 只是在我设计的时候 有这样的小心思 啊 这样我要留意 听一听 我不能说是什么 你们就去猜一猜会是谁 惨了 我好像 家子竟然上的没有那么高 可以啦 没有啦 没有没有 不是 我不是要对你的评价 我只是突然间想起来 我在创作时候的一些想法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那今天大家真的很努力 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喜欢的PSA公益资讯 或者是哪一位练习生的话呢 欢迎你明天去到988.com.my 就可以投选你最喜欢的创意PSA 当然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不复青春推荐人 来跟大家说一说 最后两个考核任务 也就是下个星期5月25号下午3点到5点 在Monara Star的Auditorium 进行的总决赛现场会有的考核任务是什么啦 来听听 考核任务6 双人主持 占100分 在总决赛现场 两人一组搭档主持节目 12强将抽签决定搭档 到时候在现场呈现一段最长4分钟的节目内容 考核任务7 现场访问 占100分 12强参赛者将在决赛现场访问评审团成员 比赛前将抽签决定访问的嘉宾 由决赛现场观众投票给表现最好的super练习生 哎哟 紧张了 你们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觉得有很有机会成为我们的电台DJ 我必须说有 先宣声夺兵先 宣声夺人 还有另外一个成语也有 宣病夺主 那个比较 OK 来 我吗 谁不知道呢 可能我黑马我就跑出来了 这样讲就是自己有点没信心 他待会可能上下左右互相包围 对对对 然后还要先去讨论一下 对 你现在没有讨论出解 可能左安有一点点担心 但右安就自信爆棚 然后就跟我说 哎 你就是可以的 好了 stop 不要人格分裂 人格分裂很可怕 好 下期新的PSA就是要干人格分裂 谢谢两位 那请大家 如果下星期有时间的话 可以的话呢 依然欢迎你们来到 988的办公大楼 我们会进行现场的决赛 三点到五点 但下星期的五点钟呢 我们还是会有节目的 就是他们会谈谈 他们整个比赛的心路历程 所以下星期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 继续锁定988 好嘞 完成 聖地说 希望人家感到我们走路